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全世界各地先後出現反戰抗議活動 德國首都柏林 二十七日 有超過十萬人走上街頭 就連發起戰爭的俄羅斯 也有四十四個城市出現抗議活動 要求普廷停止軍事行動 手拿標語 高喊不要戰爭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的警察 正在驅離抗議民眾 不願離去的民眾 則是被警員帶上巴士 準備帶離抗議現場 二月十七號 俄羅斯共有四十四個城市 出現反戰抗議活動 全國警方共拘留了 九百多位抗爭民眾 從俄羅斯動武以來 累積拘留人數 更是超過四千人 對自己的國家軍隊 入侵烏克蘭的行為 這些俄羅斯民眾無法認同 除了發動軍事侵略行動的俄羅斯 全世界不少城市 也出現這類反戰街頭運動 這裡是德國柏林 民眾手上的標語寫著 停止戰爭 還有我們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他們希望俄羅斯 趕緊停止 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這場活動參與者實在太多 造成柏林地區部分火車和地鐵服務中斷 當地政府初步估計 有超過十萬人上街聲援烏克蘭 反戰聲浪在全球各地湧現 希望俄羅斯盡快停止侵略惡行 記者 張熊 陳底峰 台北報導